来自高雄的立法人邱志伟与许志杰共同召开记者会 希望争取高雄机场直飞日本钢山的航线 除了拉近桃园机场与高雄机场直飞日本的航班数及航点的差距 让南台湾的国人也能方便地前往日本旅游 高雄钢山与日本钢山更有地名相同的特色 两地能够直飞绝对是美式一桩 高雄我的选区所在地是钢山 钢山我们日本也有钢山 钢山也是一个旅游著名的一个县 所以如果能够钢山非钢山是我们的目标 就是类似于台北的松山非四国 日本四国的松山一样 地以上名称一样 如果能够促成台湾的钢山非日本的钢山 我想绝对是美式一桩 那目前来看 这个桃园非钢山在去年就已经就开航了 那我们一直期盼高雄非钢山也要尽速来开航 我想绝对有足够的能量 立法院求智伟特别秀出高雄钢山三宝 羊肉炉 辣豆瓣酱及龙眼蜂蜜 希望未来首航可以与地方人士一起到日本钢山昌返 许志杰也认为不止增进两个城市的光发展 在文化特产方面更可以借此充分交流 让台日人民友情更为密切 志伟拿的是豆瓣酱蜂蜜还有羊肉卤 那钢山有葡萄水蜜桃 还有陶太郎 所以我想这个我们到时候除了两地付飞之外 两地可以对飞之外 两地的特产也可以互相交流 甚至钢山 其实日本拉面都很有名 我们豆瓣酱他们拉面配我们豆瓣酱 我想那个味道会不一样 一定他们会觉得说 你们那个钢山的豆瓣酱好吃 所以也一定会获得好评 甚至我们豆瓣酱换桃子也不错 换水蜜桃也不错 所以我们觉得就是说 今天钢山跟钢山的对飞 对飞有它历史上 有它名称上 情感上 还有两地特产的交流的一个 多重的意义 对此交往部航政司与民航局出席代表 也做出正面的回应 部里面也是跟民航局 就一直有在促成航空公司 能够对内能够解决 机队人力不足的一个问题 那对外也希望说 日方的地勤能量能够尽快恢复 让我们的一些航班能够尽速的增加 乃至于新闭一些航点 高雄的航点 我们在疫情前 有七个点 那从今年的夏季颁表 就是3月31号开始的夏季颁表 我们会回到六个点 如果钢山这条线再把它促成 我们就会回到疫情前的点 百分之百都回到了 所以这一个点其实是相当的关键 如果说它我们促成这一点来飞的话 我的航点 高雄的航点就已经回到完全回到疫情前的航点数 台湾湖航代表进一步表示 最快五六月可以确认两地能否直飞 如果一切顺利最快下半年可望成行 那高雄钢山其实我们也一直很期待去飞 那也规划在我们今年的冬季颁表 其实先前我们甚至希望更早 但是日本在疫后 其实当地无论是在地勤人力 或者加油或者是海关都缺乏 那到昨晚我还在跟钢山那边的人说 我们要开记者会来 你告诉我最新的消息 他跟我说最快可能在五六月 如果招考海关人员顺利的话 他就可以告诉我们能否成行 那我们期待在五六月有好消息 那我们七月就可以把这个讯息 共同期待去把它发布 除了争取直航 邱志伟与许志杰 更希望以此为起点 未来继续推动日本钢山与高雄 成为姐妹城市 也开启台日友好新的里程碑 记者张琪辰台北报导